我们看到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从他们的经典可以接触一个字 作为害羡那就是爱 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里头不讲爱的 爱人就不会害人 就能与人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如果人人都懂得爱人 这个社会就会和喜 世界就会和平 基督教说 神爱世人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伊斯兰教说 真主爱那是人子的 只有一种道德规范 那就是源源于忘乎行善的博爱法则 佛教说 大慈大悲 仆度众孙 尊圣敬善 仁慈不爱 仁慈不爱 人还应当爱人如极 辞职为神的信仰 西科教授 西科教授 我心中珍惜 超过一切的 那是爱 它是我在城市享有永恒的生命 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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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以友善和亲爱的精神 与所有的人交往 信仁慈不爱的精神 信仲教授 愿在所有人的眼里 我都是朋友 愿在我的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朋友 愿我们在过人眼里都是朋友 犹太教授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的景象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是帮助人类恢复性的 本有的人词不爱 这种爱是通向正如本性 永恒存在 是自信的真爱 我们从这个核心点出发 就能把所有宗教团结起来 所以是爱团结了我们 这是神圣的爱 圣贤的爱 佛菩萨的爱 没有私信 没有怀疑 从团结宗教开始做起 进一步是团结族群 然后会影响政党 影响政治 渐渐大家都能做到 平等对待 和无相处 那时就社会暗定 天下太平吧 2002年 我参加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在日本刚山 召开的和平会议 遇到一位日本 基督教的牧师 石锦牧师 他是大学教授 非常开明 在日本很有名气 很有地位 他来访问我 这个访问在电视台播出了 当时他提了很多问题 我夜夜答复了他 他很满意 最后他问道 不同的宗教之间 怎样才能互相包容 我回答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在圣经上 圣经上说 上帝爱是人 上帝怎么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是抽象的 一定要 他的神职人员 他的信徒 代表上帝去爱是人 这就对了 所以只要 依照经典的教会 奉献 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